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爷 这次咱可发财了 兄弟们都看见了吧 这小鬼子跟咱一样 都是两个胳膊 两个腿 没什么可怕的 敢来咱的底派 又捡一个啥一个 兄弟们 捡样了 放下武器 撤 是 担敌礼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自从小鬼子打过来以后 有的人就被吓破了胆子 但是通过腾议这一战 事实证明 只要我们国人团结一致 众志成腾 小鬼子并不是不可战胜的 李宗盛 通过这一战 你们打出了中国人的威风 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尊严 班主仙 给你们敬礼了 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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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碧 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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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搅换了大量的强制弹药 还有个情况 在战斗过程中 我们受到了一伙人的支援 什么人呢 不清楚 我们只捡到了这个 司令 这是青红寨鸾小三 他们那帮土匪的标志 赵林平之前被伏击的时候 就是在那个地方 我估计 很有可能是那帮土匪干的 看来这帮土匪的良心未民啊 林营长 让你的手下带上这些战利品 跟坤鹏走一趟 去哪儿去 去青红寨 把这些战利品呢 全部还给鸾小三 司令 这么做不妥吧 鸾小三一直是政府的通缉要犯 再说了 弟兄们用命换来的战利品 就这么给了这帮土匪 要是没有青红寨 这帮有血性的汉子 别说战利品 恐怕连林营长的命 都怕保不住 该是人家的东西 我们就必须还给人 司令 王阳长 司令这么做的本意 是要化敌为友 收编青红寨的土匪 为我所用 土匪落草为寇 有他落草为寇的理由 况且这支队伍 不也正在打鬼子 如果这支队伍 不为我所用的话 他们为了生存 势必又会继续祸害百姓 到那个时候如果日本人 像收编郭振奎那样 把他们给收编了 那就后患无穷了 林营长 有 坤宝 能不能收编这支队伍 就看你们的了 是 是 吉川 吉川 何? 梁城侵攻作战が また失敗した? 69人の兵を 失敗 反通信 你一体何者だ それ的敵兵の数は 分からんだ 分からん 何事だ 你それでも特攻か バカ者 梁城だ 永久 終限における 交通の要所だ 何としても この ファン・ツーシェンを 排除して これを手に入れなければならん 是 失敗を記憶に変え 必ずこの梁城を 手に入れろ 相似的 行 死亡 は 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还能咋办呀 这是司令的命令 警察 下来 我给你商量点事 干嘛呀 下来 你说什么呀 要你下来 你就下来 我给你商量点事 快点 走走 那么多吉强 三八大杆 杠魁县 就在那脚底下打不成 废了半天礼 确证他念了反胡子的 那我呢 三爷 当时那清醒极啊 犯死令 不 犯 犯胡子 犯胡子 那么多兵撵过来 咱不扯后 要真干上了 怕咱兄弟们吃亏啊 三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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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俺给你报喜来了 你主脑子保陌喜 保丧吧你 三爷 俺说报喜 那是有炉头的 快说 就是那个 犯大胡子 把三爷想要的机枪 鞋子 对了 还有那个铁帽子 都送到咱们寨子来了 你说什么 就是那个犯司令 把三爷想要的东西 全都送到寨门口了 他得唱了那一首 赖多少人 十多个兵 砍强住了啊 千真万确 瞅假话 好了 来 来 林县长 你瞎溜的啥呢 卵小三 外号架子鸡 架子鸡你懂吗 那是张高枝的主 摸不透咱们的虚实啊 是不会放咱们进寨的 你才知道 你忘了 俺是吃哪碗饭长大的了 等他们摸透了咱们的虚实 自然会往寨子里发信号 好 好 我来说 你也确定了 所以我才能尽口 你也不投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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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 情逢宅跟您管家 想来是敬衰不返贺衰 不知二位 今天广丽安 情逢宅是优贺贵干啊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不是冤家不巨头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在下侍奉范专员范司令的命令 把清风寨兄弟们 打鬼子搅货的东西 送还给鸾大当家的 我怎么激烈 安好想使他范专员 宣赏了咬饭啊 黄瑶使华以前打样 咬俺的脑袋是吧 难堪那样人为 是晃书浪给几百年 没俺好省啊 人心阁肚皮 五心阁毛衣 路遥知马力 日久见人心 俺家范司令为保家卫国 率军民抗战是真 你鸾大当家的 带着兄弟们打鬼子也是真 花言巧语不必说 大道理也不用讲 没人愿意给敌人送枪送子的 诶 这话算是我的补脑 确实是没人愿意给敌人送子的 鸾大当家的 这个头套是你们寨子的吗 这个意思啊 招神是吧 鸾大当家的 别误会你 这头套是我扔的 是因为你以后用不着它了 嗯 这是范司令给你背下的厚礼 从今以后你就穿这个 我跟你说过呀 俺跟您管家是敬衰不反赫衰 他反思领着是墨意思 听我墨下手扁啊 凭什么 我告诉你凭什么 凭他一颗真诚为民的心 凭他一双十英才的慧眼 别给我挣那酸刺 我发现您党馆的一个个的 挣那酸刺一赖来的呀 那行啊 您都给我听好了 一 俺大鬼子不为爹的 就为了他进了俺的底泡 这要是他进了俺的底泡 不管是谁俺都弄死他 二一个 俺俩杆子 清风窄 兔里是个自在 回去告诉樊主贤啊 俺不喜憾他这身屁 怎么治啊 啊 鸾大当家的 俺家司令送你这身军服 那是把你当人物看 当朋友带 至于你收不收 穿不穿 那是你的事 不过俺告诉你 有想总比强好 你说这是你的地盘 没错 这是你的地盘 张作霖还说 东北是他的地盘呢 老蒋还说 整个中国是他的地盘呢 结果咋样 整个东北让小鬼子占了 半个中国也让小鬼子占了 一旦小鬼子的高旗 要插在你清风寨 你还敢说 这儿是你的地盘吗 鸾大当家的 三爷 反狐狐狗狗匪可是出了名的 眼下人家把咱小狗的东西都送来 依我看 先是个怀兵之急 先收下再说 哎呀 既然反宗思良 这么有称义 有这么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泡北肉子 泡水虎 泡河 宝藏魁 蒙谁的呀 蒙三笋子的 这仗不是你一家打的吧 闭嘴 你回去告诉阪祖贤 向守扁安 没骂 走人 门家门家的 闭嘴 再也不走 让你俩脑袋都搬家 滚 林营长 这就是你出的主意 这么说来 是清风寨不识抬举了 可不是吗 他不识抬举 坤鹏 你说呢 是有点这个意思 是吗 俺也说不清楚 你们两个 进来 看看 你们两个可真够可以的 这还没去清风寨呢 就把机箱给弄回来了 有这么办事的吗 司令一看他们几个提前回来 就知道你们搞的什么鬼 不 报告司令 这 这都是我的错 我认打认罚 这都是我的主意 跟林宽鹏没有关系 司令 魏鼠营那些兄弟们的家伙事不好使 林营长也是为了队伍 为了保护你着想 你们这两个小子 贪小便宜吃大亏 拿着我这封信 带上这些东西 再给我去找清风寨 是 是 三爷 犯胡子的兵又来了 又回来了 有犯胡子吗 犯胡子倒没看见 来了多少人 还是上次那些人 你看听说了 有埋伏吗 兄弟们早就查清楚了 没有埋伏 这儿唱了有声那一鼠啊 这儿唱了有声那一鼠啊 走 看看去 罗安达当家 罗安达当家 上次我违背了司令的意思 擅作主张 我这回给你赔不是了 家伙事都给你带过来了 清点一下吧 我说 看样子呀 带来还是比较多 科室 完了 罗安达当家的 话先别说那么急 俺家司令还有话说呢 明天再来 我再来 我再来 你 那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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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鸾大当家 敬起 所谓英雄不问出处 此次与日军一战 贵山寨一马当先 英勇欲敌 足见鸾大当家知大义 小大礼 三爷 听的意思夸你了 肥话 这还能听不出来吗 若鸾大当家能与范某共同御敌 范某必一视同仁 望鸾大当家深思 范主仙 鸾大当家的 信我给你念完了 考虑考虑吧 范司令啊 不亏是司令 这说话歇子 优说一票 不能 可九十不两点真本事的话 就像守边安 那瞻子帮兄弟们没法行妇扣妇啊 对 没法行妇扣妇 你看啊 两两成本是吧 要不然 不然咋样 不然就让那俩广屁股揍人啊 孙大当家的 你知道癞蛤蟆打喷嚏吗 怎么知道啊 好大的口气 你个小癖啊 不 你闲仔矿 待会儿我找你点了 你去打白屁股 好儿 来 紧展叛蕾 是 新闻大门了 大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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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 pobl 圆大当家的 这是你摆的来 怕了 闲仔就可以手扔啊 案出道以来 还不知道帕子 鸾大当家的 递个齿嘛 好 痛快 一打到通线飞硬 你要是数了 拖衣服走人 露了大屁股 俺要是数了 你让俺敢摸俺就敢摸 你让俺往东 绝不往西 你让俺杀猪 俺绝不摘鸡 一口唾沫 一口丁 好 男子汉大丈夫 一口唾沫一个丁 各位兄弟们听好了 俺要是赢了你们 鸾大当家的 俺让他杀猪 绝不宰鸡 乖乖地接受俺们 范司令的收编 俺让他向东 绝不向西 鸾大当家的 俺要是输了 脱光衣裳走人 请 你先请 强龙压不过地头蛇 克随主辩 哎呀 讲究啊 俺就当人不让了 三爷 三爷 你身大 所以我就是 怎么政策 你身大 你身大 脱衣服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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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小子赶快脱裤走人吧 走人吧 兄弟 是现在就脱衣服走人啊 还是史诗啊 怎么把灯笼搭下来了 小白 兄弟 你能把灯笼搭下来 也算你强发补囊 可你还是数了呀 咱比的是搭铜签呀 行了 干你这脱衣服走人吧 未必把鸾打当家的 你看看灯笼下面的那个铜签 山爷 神了 他 他一枪打掉了铜签眼 一枪把灯笼给打下来 前所未有啊三爷 你小子枪法挺神啊 阮阻服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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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阮阻服徒手 兄弟 是 安乱潇洒属里刑妇抠妇 以后安何取何错 一起请你们安排 不是听从我们安排 是听从司令的调查 咱们一块打稳辞见 咱清风战的兄弟们 以后咱持局一票 大军乡跟人反刺的大鬼子 大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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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中尾乡琴 庆安宴 我唱的不好作饱汉 咱今天一不表 无耸嘴大将没谁 这个耳不长 鱼不戏貂蝉 这个咱代表 这个倾前老爷 樊主贤 这樊主贤 能为能无实好管 能为能无实好管 老人家 唱得很好 确实好 能不能跟您商量个事啊 好啊 您能不能唱点别的 别再唱那个樊主贤了 您什么意思啊 你对樊主贤有意见 老人家 你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谁吗 我管他是谁啊 他对樊主贤有意见 那我就补卖他的杖 老人家 在你面前的 就是樊主贤 就是樊主贤 好 坐下 好好好 您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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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一下 我闭上一下 我们去跟和若子 上早就应该倒想喝 没有 过去 他需要的 大与 你 帮助 我们 看 说是需要看上扩招的事 也算是帮了我范祝先生的大忙了 你说啥师債 那我就尝强了咱们对过上扩招的事 那我就成了队咱们对过上扩招的事 好啊 来 来 鼓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劝密抗地去东远 还把那架子姐姐脱肥 手撩扁 好 好 老天生 唱得好啊 你不知道我是谁啊 我吃你这鸡蛋是给你面子 你知道吗 长官 长官 我这小本买卖 我吃你这鸡蛋 一会儿你这儿就发费了 知道吗 长官 不行不行 你得给钱啊 不能走 我这小本买卖 你得给钱 我这个看不起你啊 你别瞪鼻子赏亮 我告诉你 你别瞪鼻子赏亮 你别瞪鼻子赏亮 宋司令 怎么回事 老老司令 俺为了跟老翔夹身一下干气要争 闹着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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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的吗 老翔 你别害怕 有什么话你跟我说 我来给你做主 范思量 他 他吃了俺鸡蛋 不给俺钱 也怪俺小气 当兵的 吃俺一个鸡蛋 吃就吃了呗 范思量 您的兵 吃俺一个鸡蛋 俺不要钱 罗娜娜娘子 是这样吗 不是 我说这位老翔 光天化日的怎么互说八道呢 谁吃你这鸡蛋了 思量 俺没吃到鸡蛋 真的没吃 没 对 俺可以作证 老翔 你这有水吗 给我倒一碗 好 快点 你思量可不渴了 思量 我不喝 你来喝 你把水喝了出出口 然后 给我吐出来 我不喝 快点 放一下 扶出出来 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呃 思量啊哪个香给他牵来的 就出门 祁忘带了 欸 老小 我的部下吃了你的鸡蛋 来 这钱你拿着 不 帮子俩 拿着吧 乱当大家的 你这军帽还是绑腿 怎么回事 那个那个吃损不太合适 这这不太合适 绑腿太松了 对对 帽子绑腿都不合适 是吗 老江 我再给你借两样东西 你这有铁丝跟羊钉子吗 有 张主任 你看到要是谁的绑腿不合适 就用这铁丝 把它绑起来 帽子也不合适 就用这钉子 把这帽子给我钉到头上去 好嘞 我给他们穿得牢牢的 钉得紧紧的 别 司灵 俺知道错了 俺不该抢老乡的气弹 不该一毛补充 俺以后一顶 准起手法 扭招了俺吗 罗英长 下次再让我碰到你这样 我一定军阀处置 带着你的部下 赶紧回去营 训练去 是 回去训练 走走走 老乡 我对我的部下管教不严 您多体谅 长官慢走 张主任 唐义一战 再加上收遍了清风寨 我们的人马是越来越多了 人员多了 松松垮垮的事件也就多了 我们的官兵啊 到现在不知道 我们在为谁打仗 为什么打仗 你们政治部啊 要把这件事情 尽快地彻底解决了 是 玉光正在着手准备方案 争取尽快送给司令沈月 当座转 向右转 向右转 向左转 报告司令 三营副营长 兼一连连长赵大贵 正在训练新兵 请训事 赵副营长 你们三营近期招募了多少新兵啊 报告司令 三营招募新兵二百七十六人 好啊 照这么下去的话 你们三营 就将是一个团的编制了 我现在就任命令为 三团 忠孝团副 兼一营营长 谢谢司令赞培 司令啊 那 我们七营长呢 我说你怎么这么笨的 没听司令说呀 你是团副 注意 请总司令训换 诸位 欢迎弟兄们 加入鲁西北抗日游击总队 兵好招啊 但是也难待 老百姓不是流传这么一句话吗 叫 好铁不打钉 好男不当兵 这是为啥呀 这是因为过去当兵 是为了吃粮 现在不同了 现在是国难当头 日寇入侵 好男儿 就应该拿起刀枪上战场 保家卫国 因为诸位都是新兵 在这里啊 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 一支部队 首先要有凝聚力 和战斗力 为啥呀 他一定要明白 这仗是为谁打的 是为啥而打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想请共产党的一些正宫干部 来给大家上上课 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 诸位 作为来到我鲁西北抗日游击总队 对于打鬼子保家卫国 有没有信心的 有 好 那就继续操练 可以 司令 你找我 张主任 来 请坐 来 我来 我来 来来来 请坐 请坐 张主任 刚才在训练场的时候 我跟你说的话 你听清楚了吧 司令 您刚才在训练场上 说了这么多话 我哪知道 您指的是哪句 跟我装糊涂 就是想要几名正宫干部的事 是这事了 我记清楚了 张主任 像你这么能干的 共产党的正宫干部 多不多 能不能多选几个 拔尖的过来 司令 您就放心吧 他们正在考虑这事 很快就有消息了 正在考虑 我这还没提出来呢 共产党怎么就知道 我继续成功干部 我都跟了您这么多年了 您怎么想的 我还能不清楚 我早就跟他们汇报了 好小子 你早就知道这件事 那你不是是 拿着本司令 斗闷子吗 司令 只要您不怕 被扣成通共亲共的帽子 这事就交给我了 不怕 不怕 当下 正宫干部 是越躲越好 对了 司令 一会儿政治不好 还有个会 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你这就走了 那不白白浪费 我这一壶好茶吗 对了 那我来一口 报告 行 行了 厅长 汪金梁来电 是 范祝仙擅自连贡 假借抗日之名 收编土匪头子 鸾小三 恳请省府速速查办 却会订了 要不要给汪金梁回电 范祝仙通电全国抗战 震撼潮也上下了 连韩主席拿它都没有办法 我们又能把他怎么样了 还是别给自己 长麻烦了吧 是 属相明白 这几天放精力点 韩主席去开封开会 咱别出什么岔子 别给主席添麻烦 明白 去吧 是 参作 参作 省府搬到曹县 韩主席赶往开封 去参加由总裁听志主持 召开了战区军事会议 旅厅长也没给出明确的讯事 我们怎么办 旅厅长不回信 我估计是在观望上风的风向 只能等了 可我们现在又犯出些 通共通肥的确凿证据 我们可以直接向待局长回报 你懂什么 不认识 江总裁喊出全民抗战的口号 把共产党的红军 改编成了国民第八路军 和新四军 范初仙通共 虽然对党国的利益构成了威胁 但是也拿不到桌面上了 至于通匪嘛 更是不值得一提 鸾小三和日军作战 那是事实 说说你吧 蔡主 你就是个损活 我告诉你 嘴过言实点 你临阵脱逃放走日本人的事 要是让外人知道了 郭振奎 就是你的棒样 是是是 文奎明白 我把你留在身边 那是想罩着你 以后做事 屁股给我擦干净 文奎一定谨慎 现在也不能瞎猜 等韩主席开会回来 再说范初仙的事吧 事实证明 范初仙先生 是一个具有传统美德的 国民政府官员 胸怀坦大 表里如一 作战富有韬律 值得团结和信任 中央审委决定 我们可以根据形势的需要 先投身于 范先生的抗日队伍 借助范司令的身份 还有他的影响力 建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发展壮大 我们的抗日武装 创立 敌后抗日革命根据地点 赌尤 阳 决定 萌 曼 诀 Atlas 在渝城一带集结的鬼子 一直没有动静呢 没有 不对 鬼子虽然在唐义再次落败 但他们气焰正盛应该死其报复 为什么迟迟没有动静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 你比汪金梁有头脑 用兵之药必先查敌情 长盛之家必先西敌情 知己知彼方能制定出用兵之刀 日军之所以不敢盲目地 对我第六区发动进攻 就是想查我郡情 叙事而待发 那么我就利用这一短暂的间隙 来诉证队伍 张主任 中共方面现在怎么说 我今天就是为这事而来的 刚才一说到敌情就给插回去了 共产党组织部部长要来败回你 时间和地点由司令决定 那你怎么不早说呢 来 坐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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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